五月天的隨時都是 處在那個 結散的那個 結散的那個 什麼結散 拜託別這樣嚇人啊 16號五月天出席手機代言活動 嘲諷遊戲的他們 被問到打手 有這題 怎麼瞬間歪掉 我們知道五月天一起來 都能來打手 大家換了新手機之後 反正你這樣捏很高興嗎 對啊 這樣捏好 大家都撞下來了耶 停頓一下下而已你也開心 輕鬆的感覺 年輕人 終究還是年輕人了 太衝動了 應該說 時間更久 對 就是越持久 因為電池的續航力很夠嘛 所以可以一次 可以打好幾場 是 對 跟你一起嗎 沒有 你也一起 好 這個小記者真的要小心了 好不好 不過難得五月天出席活動 當然要抓準機會問問氏族啦 藉由倔強 被選為唯一播出的華語歌曲 但在轉播過程都沒有聽到 讓粉絲非常氣 瑪莎借茲也特別喊話 很多人可能都在問說 好像轉播過程中 沒有聽到這個音樂 我覺得可以在那樣子的場地 然後五月天的歌曲 可以在那樣的狀況被聽見 我覺得已經很開心了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那個 重點是那個過程 對 對 我以為剛剛阿信說 不然我就cue一段 大家來就是唱一下這樣 謝謝啦 阿信太壞了啦 粉絲官自己播來聽 而這樣話題性十足的他們 就連最近沸沸揚揚的解散話題 都能被問到厲害的事 他們都能瞬間化解 五月天就隨時都是 處在那個 協善合理解散 公約員的狀態 公約員的狀態 公約時都有專業 對啊 公司簡直是 用工作把我們結合在一起 我們只要 只要一下通告 我們就會解散 每天都解散一次 對啊 因為是這樣 就是 其實我覺得 其實沒有這個問題 沒事沒事 五月天不會散的啦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 感谢观看